我以为 我再也找不到你了 你 你有事吗 我是顾凯 顾总 您怎么知道是我 是你吗 小雪 这照片是我的爸爸妈妈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记得 说出来你大概不相信 可是 真的很狗血 我 曾经试过意 原来这世间的所有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大家好 我是刘小年 很开心以后和大家一起工作 欢迎新同事 这就是传说中的娘娘啊 一招入了君王眼 从此顾总不早朝啊 喝什么 我酒精过敏 我操 忘了这条纸鞋 这个人设 老子要怎么把你关最快回家 嗯 这个芒果好好吃 你妈现在这个气氛 不就是总裁文理用来打马赛克的画风吗 这迷人的五官 是我犯罪的开断 机会不等人 嗯 我 姑息这个小贱人 什么时候打电话不好 哥 哥你妹 老子在表白你打扰个屁啊 啊 小轩 废话 难道是给你表 那你表了没啊 表你个头 我刚深呼吸了一下 你妈你就把电话打来了 差点给我憋插气 那你打算怎么开口啊 当然是告诉他我爱他呀 哎呀我就说了总裁文少看 你现在智商仅只是负数 你平平 要是你 早上才认识的人 下午就跟他说我爱你 人家会怎么想啊 嗯 要不然 你装醉 喝醉之后 他肯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酒后乱行 卧槽 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绝妙的剧情啊 好了我知道了 卧槽 你这种上个我心你妹啊 我是让你趁机对她示弱 勾起小轩对你的同情和心疼 啊 我 古董 这 怎么半瓶酒就醉成这样啊 因为这就是我今天的酒量 为什么还不帮我把裤子脱掉 我要这衬衫有何用啊 宝贝 我知道你想八卦我 千万不要克制 答应我千万不要克制 哎 孤总晚安 走 走了 小年的味道 好幸福 虽然跟预想的不太一样 但是能在他家住一晚 也不算太长 宝贝 好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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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